大家好,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如果您觉得唐糖的视频还不错的话,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唐糖点个赞,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您的支持是唐糖最大的动力。 今天唐糖要给大家分享的是,生命毁于运动,这八件事最伤心脏,医生都希望你别再做了。 养心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去做那些伤害心的行为,而不是总想吃点什么药或者食物来养心。 当你不去做这些伤害心的事实,其实就等于你做了什么,不要老想着只有买股票赚钱,你不买股票也能赚钱。 你避免的巨大损失就是你赚了钱,这叫无为而无所不为。 八大伤心行为排行榜出炉,中老年朋友们快对照一下,你做了几件伤心的事情。 一,做什么事总喜欢动心,想不到吧,最伤心的行为竟然是动心。 是的,动心这种情治活动特别损耗我们的心神,损耗我们的心血,凡是只要动心你就输了, 只要动心你就会无内聚焚。 为人处事,我们可以动脑,可以专心,就是不要随随便便动心。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正在看这个视频,你很专心,也在动脑子思考, 但这个视频看完后,你就完完全全放下了,不再去想它了,去干别的事了。 但如果你看完后,时时刻刻都在想着这个视频,这就是动了心。 现在这个社会专心的人少,喜欢动心的人多,吃个饭的时候,插着耳机听着音乐, 嘴里吃着菜,时不时刷个朋友圈,发个微信。 这边还与一同吃饭的人,心不在焉的了着天,这就是典型的不专心。 这样吃饭脾胃能好到哪里去呢? 看上一个人,整天想着他,茶饭不思,混不守舍,这就是动心。 买了一辆好车,时刻担心这个车被人偷,被人弄坏,这就是动心。 买了一只股票,做梦也想着它暴涨,这就是动了心。 动心,看似我们的四肢什么也没干,但真的很耗心血,久而久之就会心疲两虚。 当然,我们都是凡夫俗子,都是肉眼凡胎,要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确实很难。 虽然不能达到这个境界,但我们要有这个态度,努力修心养性,一步一步向这个家境靠拢。 你的心只要牵挂着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的奴隶。 所以心经告诉我们,心无挂碍。 二,欲望太多。 这世上有一种类叫做心类,心类比身体类更伤身体。 心类到极点,你会心灰意伦,万念俱灰,什么都不想做。 吃饱了,喝足了,我们就不想吃了,不想喝了,这是人的口腹之欲。 口腹之欲很容易满足,但是一个人心里面的欲望,却是无边无际的,是永远满足不了的。 当你拥有一辆大众时,你会想着拥有一辆宝马。 当你拥有一辆宝马时,你会想着拥有一辆宝石节。 当你买了一个小房子时,你会想着还要买一栋别墅。 当你拥有别墅时,你会想着买一个庄园。 你有十万的时候,想着拥有一百万,你有一百万的时候,想着拥有一千万。 古话说得好,人心不足舌吞向,人的欲望永远是无限扩大的。 人往高处走,谁往低处流? 以为人很高明,其实,真正高明的是往低处流的水,所以上山若水。 一个人的身体能够存在的欲望只有那么多。 很多欲望对我们的健康无益,对我们的快乐无益,对我们的幸福无益。 你总觉得你很累,是因为你被欲望压垮了身子。 当你把这些徒增烦恼的欲望放下时,你的心立马就轻松了。 3. 欲怒 有人会问了,怒不是伤甘吗?怎么又伤心了呢? 这里的怒不是生气,也不是愤怒,而是欲怒。 你看着怒字怎么写的? 心上一个奴,就是说心成为奴隶,叫做怒。 心为君主之官,坐拥天下,想干啥就干啥,这是心脏的本性。 怎么可能成为奴隶呢? 正如肝的本性是豪爽刚烈的乡军一样,心的本性就是火热的,积极的,向上的,是不能压抑的。 所以《黄天内经》告诉我们,夏天养心就要始至不怒, 就是让我们的心不压抑,不闷闷不乐,要像夏天一样热情似火,要像花儿一样绽放,要像树木一样丰盛。 如果你有喜欢一个人,就大胆说出来,不要畏畏缩缩。 如果你想辞职,就勇敢地离开,不要瞻前顾后。 如果你很讨厌一个人,也可以说出来,不要忍气吞声。 所以,夏天是一个适合绽放自己,表现自己的季节,适合去追求事业,适合去谈轰轰烈烈的恋爱。 4.熬夜 熬夜不仅伤心,对五脏六腑都是极大的伤害,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达成共识,熬夜会导致猝死。 心脏一天24小时都在跳动,似乎不需要休息,其实心脏也需要休息。 心脏休息的方式不是停止跳动,而是跳动缓慢。 心脏休息的时候就是你睡觉的时候。 最近有报道说,有人熬夜看世界杯猝死,前车之鉴不可大意。 5.剧烈运动超出自己的心脏承受能力 生命在于运动,我们只记得这一句话,但是生命也有可能毁于运动。 很多人以为身体不好就去运动,结果在跑步机上就倒下了。 适合自己的运动一定是强度于自己的身体承受能力匹配的,没有金刚钻别懒自己活。 运动这件事千万不要和别人攀比,更不能为了面子勉强自己的身体做一些做不到的运动。 比如,抱走晒步数,如果你膝盖不好就不要去跑步了。 有的人天生膝盖好,跑步的姿势也很正确,怎么跑膝盖都没事。 你呢,稍微跑一会儿膝盖就不行了,那就赶紧打住。 说明你的身体不适合跑步,这个时候就不要赌气了,说什么,人家跑得好好,我怎么就不行这样的话。 再次强调一下,在养生这件事上,最不应该的就是喜欢和别人比。 什么日本人怎么怎么样,美国人怎么怎么样,日本人是日本人,美国人是美国人。 你跟别人比是最不明智的,只能伤害你自己。 比如你的腰不行,那就不要做举重之类的运动。 走路虽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但确实是中老年人,膝盖不好的人最好的运动。 一切运动,运动后很舒适,那就刚刚好。 一切运动,运动后很疲惫,那就运动过度了。 六,毫无节制地出大汗。 中医认为,汗为心液,我们的五脏分别对应不同的体液, 肋为肝液,唾为肺液,唾为肾液,咸为皮液。 汗是心脏分泌出来的,你说珍贵不珍贵。 所以经常出汗,出大汗,对心脏不好。 中医还认为,汗血同源,意思就是说,汗和血在地位上起骨相当难分伯仲, 因为制造血的材料与制造汗的材料差不多, 所以经常出汗就会伤血,会导致血虚。 常常有人抱怨,我为什么怎么吃也吃不胖呢? 这样的人通常是血虚,而且还应许爱出汗。 汗出多了就会伤血伤阴。 这就是为啥夏天容易心火旺,心脏病容易发作的原因。 很多人去汗针,以为汗针就是排毒,结果毒没有排掉就猝死了。 七,过喜。 心对应的五行是火,对应的情质是喜。 喜悦,欢喜,心花怒放都与我们的心脏有关。 经常发脾气不好,伤肝,一天到晚嘻嘻哈哈,没心没肺的到底好不好呢? 当然也不好,过喜伤心,伤我们的心气,伤我们的心痒。 比如,有些心脏弱的老年人,逢年过节会处于一种过喜的状态。 为什么?因为子女都要回家来看望自己,这个时候很容易因为过喜而损害心痒。 首先,老人上了年纪,心气大不如从前。 第二,喜庆的日子,老人忙于应酬,一整天都是笑呵呵的,一整天出于过喜的状态,一整天都在耗散心气。 第三,为了应酬,难免喝点小酒,酒住干火,干木又生心火,干气旺,难免又加剧心气的耗散。 第四,又难免多吃了一些,很容易出现子盗母气的现象。 什么是子盗母气? 就是说,脾胃是土,心脏是火,火生土,心脏是脾胃的妈妈,老人脾气不好,吃多了就会消耗脾胃的气血,脾胃的气血不足就会向心脏索取。 这样就出现子盗母气了,如果一个人的心脏强也就无所谓了,子盗母气就子盗母气吧。 但是,老人的心脏一般都很弱,此时再到就会出现心梗。 其实,历史上过喜伤心而亡的例子不胜美举,最著名的就是牛高大笑而亡。 宋朝大将牛高与金国名将金武树交战多次,屡战屡败,终于有一次打败了金武树,兴奋不已,大笑而亡。 所以,家中有老人的小伙伴们特别要注意,逢年过节的时候,一家团聚,如果老人红光满面,又硬糖发红的话,要特别注意防止老人心血管病的突发,这个时候不能再给老人惊喜了。 8.不安 所谓不安就是总是莫名其妙担心某一件事对自己不利,有时候这件事根本不存在,都是自己瞎想出来的。 不安这种心理状态很折磨人,也很伤害身体,会让一个人的心神紊乱。 按照中医的说法,心主神明,心脏是神明的家,如果神明不回家,你就会不安。 比如,有的人买了一只股票,明明天天在涨,他却每天担心会跌,你让他卖掉吧,他又舍不得,又担心会暴涨,这样的人不适合炒股,迟早会得病的。 再比如,有的人整天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癌症,便秘出血,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大肠癌,胸部稍微痛一下,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冠心病,小便有些泡泡,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尿毒症。 还有的人会整天担心自己会不会开车撞到人,以至于根本不敢开车了,还有的人会担心自己会不会被车撞,以至于根本不敢过马路。 还有的女人总是担心自己的丈夫出轨,疑神疑鬼的,每天都要打无数电话查岗,每天都要查看丈夫聊天记录。 之所以会不安是因为对未来的事不确定,如果确定了就不会不安了,比如担心股票跌,如果确定了明天股票会跌,反而不担心跌了。 担心自己丈夫外遇,如果确定了丈夫出轨,反而不担心了。 可是人生无常啊,人生的不确定太多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接受不确定。 当你接受不确定时,所有的不确定都是确定了,所有的都确定了,你就不会不安了。 如果某段时间你总是心神不宁,不安,老担心一些坏事发生,可以服用一个忠诚药,朱砂,安神丸。 这个药安神定制的作用很强大,能够快速让你的心平静下来,睡一个好觉,但不能久服,最多服用三天。 不过,心病还需心药医,送给中老年朋友们八个字,舍得,放下,随缘,自在,这八个字是最好的安神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